上回书说到刘娇 一片好心 到大街上给左梁买点东西送给左梁 两个人也算恢复恢复感情 他到首饰楼买了首饰 没想到站在大街上一看马戏呢 让人一挤就把这首饰给丢了 而且还把冯尊送的心爱的酒壶也丢了 刘娇心里憋气 东京便梁这小偷可够能没的 愣把我的东西偷走了 我得找地方打听打听 只要我逮着这小偷 我要不把他肠子给挤出来 我就不是刘娇 他一看呢 路北了有个小酒馆 五间的小门面 刘娇就进来了 找了个座坐下 他坐着运气 你说我这么高的身份 愣着让小偷给偷了 这要让侠义营的老少英生侠义知道 能不笑话我吗 他这运气呢 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来伺候着 客爷 您用点什么呀 给我整几个菜 打两壶酒 时间不大 把菜端上了 酒也给拿来了 两壶酒 烧黄二酒 各一壶 刘娇端起酒杯来 一边喝酒 他一边生气 就在这个时候 外边走进个人来 刘哥我找您半天 您在这儿呢 刘娇抬头一看是冯尊 冯尊 你上这儿干嘛 刘哥你出去说也没言 一事 皇上指下 请您跟左梁二位侯爷进宫 可能皇上有旨意 找不着您 左梁一人去了 让我们出来找您 我琢磨着您可能在哪喝酒呢 我找了二十几个酒馆了 今天在这儿找着您了 赶紧跟我回家吧 冯老弟 你这是来了 哥哥我正生气呢 你生什么气 我丢东西了 什么东西丢了 刘娇就把丢东西的情况 这么一说 这冯尊呐 向来他爱说大话 他用手一拍这桌子 要怎么我不让你们出来 你们偏不听我的 丢东西了吧 没关系 兄弟我帮你走 我要是把这东西抠出来 我跟他没完 咱们俩先在这儿坐会儿 反正左梁一人进宫了 你现在去也不行了 咱俩先喝两重 冯尊呐是借着机会 想蹭点酒喝 好吧 兄弟你坐下吧 两个人坐下 一边喝酒 一边吃 一边留 这冯尊他嘴不闲着 你说这偷东西 小偷偷咱们哥们 他也不翻开眼皮 看看 他挣刀子的呢 从酒管门外头 闪进一个人位 这个人长得中等身材 头发笑 面色焦黄 两只大眼睛 走起道来 一阵风 都能把他刮一个跟头 如果没有皮包着 这骨头都能散架 晃晃悠悠 一尸破了衣裳 递了个小包包 说话呀 有气没力的 哎 好 好 好 姐 好姐 赶紧过来了 哎呀 呃 可爷 您坐着 我病了不少日子了 刚好的 想喝点酒 哎 也不知道喝得下去 喝不下去 啊 哎 或计 我坐下 喝点酒行吗 啊 行就行 您喝 啊 您喝不了也没关系 您往里请 这个人一看呢 冯总跟刘娇 坐在井外头 他往里走 因为这酒管呢 是五间的小门面 最后一间 这儿 紧挨着厨房 他就到厨房边上 找个酒座 坐下来 伙计你过来 哎 我这病刚好呢 刚才我跟你说了 我呀 也不知道我喝得进去 喝不进去 那么喝得进去呢 我就足喝一顿 喝不进去 我也不能白花钱 哎 你先给我打点酒 我尝尝 我喝得进去呢 我就多喝 哎 喝不了 也别糟紧了 伙计拿过碗来 给他打了半两酒 搁到桌上了 哎 没菜也不行啊 那 这东西我也不见得吃了下去 你 你给我拿一个小个的炸虾来 让我尝尝 好呢 我就买 不好呢 哎 你就搭个老钱 你们开酒馆的 也不在乎这点 或者没办法 给他家里一个挺小个的炸虾 往桌上一搁 就走了 这个人呢 把酒碗放下 咬了一口炸虾 又喝了一口酒 嗯 还行 今天这酒喝下去 还真有点味 哎 掌柜的呀 我这酒喝完了 你你你再给我饶点啊 我这多半辣炸虾还没吃呢 伙计又给他打了一点酒 他喝了一口酒呢 把炸虾又吃完了 还剩点酒 哎 伙计 这炸虾不错啊 酒也不错 这酒还剩点 给你 我再掏一个老钱 你再给我一个炸虾 怎么样啊 掌柜的让伙计又给家里炸虾 他把这炸虾吃了半辣酒 又喝完了 掌柜的 这半辣虾不能遭急 哎 你呀 再给我饶点酒 这掌柜的心说 我这的客人要都跟你似的 我还不关门啊 掌柜挺不高兴 让伙计又给打了点酒 伙计给他送过去 往桌上一搁 这伙计不高兴 这个人呢 也看出来了 伙计 我问问你 啊 可爷 什么事啊 我上你这儿要点酒喝 我又怕喝的不多 我看你跟我吊着脸 不高兴啊 先生 我跟您吊着脸干什么呀 您说我见了您的面 我还老呲牙是怎么着 我老充您乐 我知道 有钱的呀 上你这儿喝酒来 给人点小费 你是看我穷啊 身上穿地身破烂 你可不知道 破烂破烂 胜死绸断 绸断绸断 是不如破烂啊 我喝酒 你怕我不给钱吗 你这是看不起我呀 我告诉你 我在这儿喝酒 我不能栽跟头 不白喝 啊 你看看 没钱 我只有东西 卖点东西 哎 我也不栽点面 说着话 这人一伸手 就把带着小包打开来 递了出四个小纸盒来 往桌上一放 我这看见没有 这儿有 金银首饰小孩带的 价值不多 十八两五千银子一套 这两套啊 就三十七两啊 这回咱们少卖 给个三十两 二十两的我就卖它 反正那东西呢 也不是我花钱买的 众位 哎 你们再看看这酒壶 银的啊 我少卖钱 乃未买我好厚这酒钱 说完了话之后 他把这酒壶 望尚一滴了 在手中这么一晃哟 刘娇这么一看 这手是跟这酒壶 原来是他偷的呀 刘娇可气坏了 王子 你看见没有 这是小偷把我给偷了 东西在他手里 刘娇刚要过去 冯子一伸手把他摁住了 刘娇 你先别急 就凭他这一把骨头架子 他能偷你 你别欺望好人啊 这东西呀 不见得是他偷的 他呀 是替那小偷嚣张的 你过去没什么好处 要急眼 他真是小偷 我也能收拾他 你等着 我去问问 这冯尊呢 就过来了 走到这个卖酒壶的人跟前 哎 我说 你这东西卖吗 这人抬头看了看冯尊 不错 我是卖的 卖多钱 那得看卖给谁了 要是一般的老乡呢 卖个吊巴子就行 你要买 可就不是吊巴子了 我买多钱 这人一伸手 把这小盒跟酒壶 全都掖起来了 呵呵 你要买啊 八百两 你这东西值八百两 嘿 小偷你跑不了啊 你跑不了 今天老太爷特别拿你来的 这个人一声冷笑 哼哼 我说你啊 刚才跟那个山东人敌过半天了 你要打算要这酒壶 你也不掂掂自己的分裂 是老太爷我偷的不假 要打算卖 我早就卖了 这是诚心在你们面前 让你们看看啊 你们都是成名的人 让我偷了 呵 对不起 再见 说这话 这人站起来就走 这冯尊呢 想过着伸手拿他 冯尊心说 就这一把骨头架子 往上一抓 抓住他 他就得散架 拿他还费什么事吗 冯尊一伸手 别走 这个人望里一折腰 拽着冯尊那条左腿 往旁边一拉 突突一下 这冯尊一屁股都就坐这了 您别瞧这人瘦小枯干 一阵风能刮倒了 这手底尽头还不小 这人把冯尊给弄一跟头 他可没往门外的跑 他问里边出房跑 刘教一看冯尊摔了一跟头 赶紧起身往里 他就追 冯尊呢 他也往里追 这个人呢 跑进出房 他一看 在灶眼上 放着一口大锅 里边熬着一锅鸡鸭汤 这人一伸手 就把擦桌的布 抄起两块 把这锅热烫端起来 就照着里边的大颅眼 望着一倒 您想想那热烫 往这灶眼上一倒 这热气还不起来吗 这一下 整个厨房的热气全都满了 伸手不见掌 对面不见人 把掌造的师傅吓坏了 赶紧望出去跑 这冯尊呢 堵着这厨房门口正等着呢 他一看里边烟气腾腾 他没进去 出来这人呢 他猜着准得是这小偷 这大师傅一出来 他过去 蹬的一脚 就把这师傅踹一根头 他过去要捆 刘娇用手一指 你捆错了 这不是那个人 这是人家做饭的 这臭东西呢 借这机会一抖身 有打天窗出去 哎 往外头就跑 刘娇能放了 一飘身追到外头 刘娇呢 他跑得快 冯尊也出来 他怕刘娇把他拉下 他跟着出去 一伸手就把刘娇的衣裳抓住了 刘娇在前边追 这冯尊在后边拽着刘娇的衣服 后头追 顺大街往西边跑去了 追赶前边这小偷 东江汴梁人挺多呀 两个人只好分人群 往里边追 没想到 那个人越跑越快 展演着工夫 跑出去几百步远 刘娇一想 别追了 再追我也追不上啊 他老揪着我一声行吗 要凭我这身行 早就追上了 哎 我说老弟 你老抓着我干什么 我一个人要追早就追上了 你真麻烦 你瞧他跑了 连个影都找不着了 他这小子跑得也太快了 刘娇想甩这 冯尊也甩不开 往前一看 小偷没了 把刘娇击坏了 他正着急呢 没想到前面一闪 这小偷又出来了 哎 山道 窝头静 追啊 刚才你们跑得挺快吗 累了 歇会儿 没关系 我等着你们 你们要不追 这脚活我可拿走了 你们可寒寒可丢人 刘娇心说着 诚心跟我斗刺 我要不拿着你 势不为人 他们撒腿往前就追 这个小偷一溜烟 就逃到了西门 就是东京汴梁的西门 刘娇跟冯尊也追出西门 到了西关十字街 离城门 有二里多地了 前边有一个大殿 门前挂了一块匾 上边写着月明殿 三个字 这殿房的大门呢 虚掩着 叫瞧着那小偷 跑到门口了 站住了 回头一乐 哎 我说姓刘的姓冯的 你们是不甘心丢东西呀 告诉你们 东西我是拿走了 有能力就到店房里头 去找这当家的要求 说这话就进了店门 把大门给关上了 刘娇用手一指 冯尊 你看见没有 这小子进店房了 甭问 这店是贼窝子 先把门推开抓人 我在前你在后 我问问去 两个人到了大门口 用手一推 把门推开了 两个人迈步走进去一看 挺大的一个大车店 两层院子 前院放的大车 单间坐这么三次十个 门阀里边 有个先生正在写账 再一瞧 这偷东西的人不见了 冯尊呢 就让刘娇在旁边等着 他就进了帐房了 哎 你是掌柜的 啊 我不是掌柜的 我是帐房先生 帐房先生 眼睛里不揉沙子 他抬头一看这冯尊 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 请问先生 您是住店吗 真对不起您 我们这店 在前二十多天 就有人把店给包下了 啊 包店的多少人 啊 有七十多位吧 这七十多号人 干什么的 啊 他们都是从南边来的 跑马戏的马戏班子 马戏班子 要得了这么多人 是啊 呃 可以 我也觉得这事挺新鲜 这会儿马戏班子 要比别的跑马戏的人 多得多 男女老少都有 光大车 就七辆 是个大马戏班子 哦 哎 先生 他们都在什么地方 他们呀 每天都分散出去 分两三个场子演 哦 虽然说里边说话 留交在外边也听见了 自己在那看马戏 我把这东西丢的看起来 偷东西的贼 跟那些马戏班子的人 是一块的 冯孙呢 由他里边出来 刘哥 问清楚没有 问清楚了 这可是个贼店 马戏班子七十多人包的店 行动可疑 不是好人 张凡先生一看 这两个人嘀嘀咕咕 好像听他们说呢 店里住的这些马戏班子的人 不是好人 张凡先生猜出来 这二位可能是地面的官人 他就没敢搭茬 哎 就在这时候里边 蹭蹭蹭脚步声音 走出两个人来 这两个人们大门走 等到了柜房门这一看呢 看见冯孙了 这俩人站住 冯孙一看 出的这二位 是一个高个儿 一个挫子 这高个儿的 长得面似生鞋盖 两道朱砂的红眉毛 一堆怪眼 那些配得一口刀 后边这个挫子 真新鲜 本来冯孙这个儿就不高 这个挫子 比冯孙还矮 两只绿豆眼 看这面貌 长得很奸诈 腰中带着一口短豆 冯孙一看这个人 冯孙也愣了 冯孙认识他呀 这个人姓李叫李飞雄 当初冯孙在康少英 他们家的时候 曾经跟这人打过交道 李飞雄看冯孙愣 冯孙看李飞雄也愣了 李飞雄一乐 哈哈 看看冯孙 再看冯孙身背后的大个儿 我说哥们 你是冯孙吗 啊 你是李飞雄 不错 那么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冯孙不知道 刘娇不知道 这个小矮子叫李飞雄 旁边的大个儿叫张天雄 他们现在在四川铁针王手底下 得到重用 这回是跟着总嫖把子 露山 住到这店里 装成打靶式卖艺的 装成练靶戏的 要打算大反东京 遍良城 没想到他们到了这之后 刘娇这一县徒刺客暴露 大闹青玄阁 反观也暴露了 他们这帮贼人没动了手 青玄阁打了败仗 他们这伙人虽然当时没暴露 可是再打算截牢反育 就不太容易了 今天李飞雄看见冯孙 心说 我现在在铁针王手底下 你可是应找孙 替皇上办事的 他冲着冯孙 呵呵一笑 他过来了 我说应找孙呢 你这小子 现在有了功名富贵 今天碰见我 你还想跑吗 这冯孙呢 知道自个打不过 可身背后的有大个流胶呢 冯孙一晃身行 这窝头脑袋一摇晃 瞎子 你跟爷动手 你还差点 这个人过来 这拳头奔着冯孙的脸就来了 冯孙往旁边一闪声 两个人就打起来 他们俩这一动手 这大个儿忘回一跑 我说 央找孙到了 这殿房里头可住着七十多位 男的女的全都有 殿房里的总瓢袜子 就是四川铁针王 亲自指派的 这个人六十开外了 姓陆娇陆孙 外号人称冤阳太岁 陆山听见声音 脉打不通通通出来 这七十多人抄着冰人全出来了 刘娇望前面一看 这人在当中间一站 这人准备是贼头 这陆山长得非常奇怪 他这左半半脸是黄的 腰半半脸 从鼻梁的骨质长得一块红迹 连眉眉都是红的 胡子头发也是红黄粮色 所以人称冤阳太岁 陆山一看进来了 他望下一传话 这些人望上这么一拥 这个陆山用手一指刘娇 小子 你是干什么的 给我通明报应 刘娇他能不敢通明吗 问我呀 山东人刘娇刘伯阳 冯蒜想唠一手 没想到这些贼望上一拥 冯蒜也傻眼了 就在这陆山的背后 有个女的 这个女的冲着陆山一抖手 就把自己的飞抓给打出来了 冯蒜没留神 这飞抓啪一下 就把冯蒜的肩膀给抓住了 望过一顿 小子你过来吧 冯蒜慢也没想到 还没动手呢 让人给生情脱捉了 这个女的望过一拉 过来几个贼 就把冯蒜 骂肩头裸儿被给绑上 有人一捏冯蒜的鼻子 旁边这位拿一块大手去 砰 往冯蒜嘴里一塞 小子 我让你喊 这回冯蒜可遭了难了 喊也喊不出来了 刘娇一看 上来这么多贼 吼叫一声 你们盗走了我的酒壶 澄清大伙在这 老子跟你们玩命了 这旁边可有不少人都知道 刘娇的厉害 我说 盒子比尖子 可留点神 这山东人 是大闹清语歌的刘娇 他厉害极了 虽然说刘娇有本事 但是一个人赤手空拳 对付这么些贼 刘娇也够呛 刘娇正着急呢 就听见房上有人高声喊嚷 刘娇 休要着急 欲凶来也 刘娇抬头一看 来的正是隐灰隐天光 隐灰信说哥哥来了 那兄弟左梁就得到了 紧跟着外边 离滚左梁 还有石井龙石井虎 陶中光陆岳 这些人 呼啦一声 有打外边就冲进来了 左梁手中 拿着这口驰龙剑 高声寒嚷 正为英雄侠义 动手 把贼的货捉住 一个也不能让他们逃走 确 杀 大勿 大勿 一 刀